我们来看到国内讯息 美国军方昨天利用无人机空袭目标 是克布尔机场附近的一个在满爆裂物 准备要执行自杀攻击的恐怖分子车辆 而美军动用的是血滴子的无人机攻击 不但导致车内所有人员不幸死亡 当地有9名的平民死亡 还包括2岁大的小女婴 美国无人机攻击就在住宅区引发两次大爆炸 浓烟密布 而显示车中载有大量的爆裂物 而攻击的理由是针对克布尔机场构成威胁 塔利班声称已经展开调查了 要厘清是不是驾驶在满爆裂物的人 还是自他炸弹客目前都还在清查 而根据事案报导举出 美国撤离阿富汗最后期限是8月31号 剩下降的时间 那么很多人都非常忧心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跟第一夫人吉尔 在这个空军基地和殉职的家属闭门会谈 而且这个画面非常的庄严 同时也有仪林的作业 向这些士兵致敬 而这是专门为混沌异乡的美国公民 所举办的军事仪式 除了拜登夫妇之外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 美军参谋长等等大官都到场了 殉职的13名美军在26号为国捐躯 而在以体运敌美国 当时极端组织ICS-K对克布尔机场 发动的自杀炸弹攻击 这13人当中 有11人来自海军部战队 1人来自陆军 1人是隶属海军 而其余的5人年仅20岁 好 他们的出生年份 都是在911的前后不久 那么克布尔机场恐攻 是美军近10年来 在阿富汗伤亡最惨烈的一天 也是去年2月之后 第一次有美军在阿富汗阵亡 当时川普政府和塔利班达成了协议 川普当时还承诺 2021年的5月 会撤走所有的美军跟佣兵 换取像这样子的和平 但没有想到呢 好 现在宣布是9月前全面撤军 大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昨天有针对阿富汗的情势 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电话通话 而这个重点呢 除了是对阿富汗 还包括了一些中美关系 两个人都在讲电话中有一些强调 包括了第二度的这个阿富汗的局势交换意见 而布林肯对于王毅表示说 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应该要表明 国际社会期待塔利班能够确保 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并且确保阿富汗人民获得 人道自由 人道主义的救援 王毅则表示说 各方有必要和塔利班接触交换意见 美国尤其需要跟各国站在一起 向阿富汗提供援助以帮助新政权维持正常运作 他还说了美国跟北约的仓促撤军就是阿富汗 乱局的主因之一 那么同时呢 他也认为会有一些势力有机可乘 好来关心美国当地的天气 这飓风爱达这个非常的危险 以第四级的超级飓风 登陆了路易斯安那州跟纽澳梁地区 而现在就连当地的这个原油生产商 也关闭了专油平台 九成的能量通通都暂停 分析施就预估了 这样的飓风可能会很持续 当地州长也说这可是170年来 最严重的这样的灾情 也要求居民应该要赶快撤离 包括了现在有一些人呢 很担心的是这个原油生产院关闭了91% 大约等于每天少掉了165万桶的油 天然气产也已经关闭了84% 另油厂也关闭了大约 每天190万桶的产能 大约占了全美的10% 这样的天气形态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经济损害 看到的是意大利米兰 有这样的建筑居然冒出火势 这是20楼的建筑 而在昨天下午呢 传出火警 像这样子的猛烈火势 大楼的外墙不到一小时 全面燃烧 这烟雾弥漫 几公里外 都可以看得见 这个黑烟窜出来 结果的原因目前呢 是在这个原因是因为 外墙迅速燃烧 而现在有这样的仿殖力的那种建造 有可能他们不是防火建筑 才会导致这样的灾情这么严重 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国内疫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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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